IMB诈骗集团风波在政坛上持续扩大 不止民进党高官卷入 曾经邀请主贤曾国伟出席参序的主办单位 双亲基金会表示 在那场参序上包括了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还有前总统马英九 以及时代力量前立委黄国昌都是做上宾 另外跟IMB有牵扯的亚太国籍也被发现 主贤曾经跟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永宜 不止一次同框 晚间的最新消息 检调今天再大动作的搜索24个地方 并且约谈了公司协理 行政人员还有原始债权人等 总计15名被告 预计晚间会移送到北检复讯 我更欢迎林郡达 现在司法担任在你们手里 你赶快来好好查我 拜托你们赶快查 大方要检调来查MB诈骗案 肖像侯友宜 照片中他与西津十亿的亚太国际主贤 秦启松剪柄兼坐一起宣传都根 并且不止一次同框 而这个诈骗集团也与IMB有牵扯 这个人我完全没有印象 IMB的存货破 事情查清有十分没有 最耐清德是零信赖 既然连黑金都没有办法扫 反黑金打炸 这个是朝野共同的责任 那我想选总统 不需要有口水 也被指涉与IMB关系匪浅 郑文才不仁反击 民进党高官接连被报 与IMB首脑合照又吃饭 一场餐序包括时任总统府秘书长苏嘉全 前级任署长陈嘉青 以及监察院长陈菊 有可能查陈菊或防守 好 谢谢 但餐序主办单位双清文化基金会发声明 透露布置绿营 马英九柯文哲黄国昌都是做上宾 但强调他们跟主贤曾国伟完全不认识 黄国昌被点名 立刻贴出新市镇凡有绿营 合照背后是去年六月 内政部长林佑昌亲自接待曾国伟及他女友 还特别一起吃晚餐 不止蓝绿郑佑连检调人员都卷入 当中还有明星级检察官 我们内部调查目前在进行中 我们不排除 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 不是不知道 有还是没有 有掌握 是掌握对象吗 这个意思 有掌握到一部分的情知 不管任何人有涉案的话 那检察官都会积极的来侦办 强调绝部包庇 B&B诈骗集团牵涉复杂政商关系 检调单位要查清楚误往误纵 记者中报道